你们好,我是老夏 今天一个自家游的朋友把车开过来为你检查一下 五林荣光,哪年的车? 应该是一年了吧 一年的?什么天父兄弟? 幸福 幸福?哦,是吧,幸福 我给你看一下,检查一下 一年的五林荣光,这车 我看了一下的话,现在底盘上 没什么大事,但是前面有个平行架框 然后这边的话,有个平行架框 跑土的时候咔哒咔哒的响 还有一个问题,过来看一下 七门丝盖漏油比较厉害 整个盖子那前面也漏 你看到没有,这里 这个是防风机,是吧? 七门丝盖,这个盖子 可以处理的,这个盖子 盖子,七门丝盖漏油 因为漏油在这上面的话,闻到很大的味道 它燃火才漏 不打烧火的话,它不会漏到这个 我看看,这前面 没啥大的事了 十字节的话,这还好 要不然你十字节在路上跑了 你也跑不了,那排气管 这里裂了 这边 看到没有 这些都没上去 后面两根捡蒸器的话 漏油了 但是就说可换也好 不换也好 两根 那这个分包你应该是修过的 换过的,是不是? 换过有一点生油,紧一下 两根捡蒸器 可换可不换 对你 可以 两根捡蒸器 可换可不换 你看换不换 就是看吧 看这个捡蒸器多少钱吗 捡蒸器便宜 几十块钱一只 几块钱一只 直接把它换掉吧 这个我跟你说明说 就是说 我不会跟你乱 乱说 行,我跟你 机油也要换了 就跑了几千公里 四千公里 四千公里 你换啥机油 我给你带一桶不用换 真不用换 我给你拿一桶机油 丢在车里面 行吧 把其他都修了 好 没动过这个发动机 是不是? 没动过 这个器面是这个垫子 垫子 垫子时间久了 第二条老话 如果说 有垫子换垫子 没垫子打交也可以 买个垫子换也可以 懂了没有 你这里还是旁边吗 你这里不是气配成吗 我气配成在旁边 嗯 这里这边卖的面包 这里还没有搬过来 我们人活已经搬了 行 我马上给你处理 好 这个分斑 它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换个 应该是螺蛇没上几 螺蛇没上几 螺蛇没上几 有点剩油 看到没有 因为之前那个 那个那个做那个 露油吗 露油的 还是有油 你看 好 这是一个一年的武林荣光 看一下这个发动机上 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的 它只是下边 时间久了 十年的脑操 应该没有动过 下面 西门市街下边有一圈 焦垫子 有点漏油 我把它抄下来换了 这车十年了 原材减正 第一次换 说真的 这个车子 十年 排散保护的比较好 没什么大的事儿 这边也是一样的 两根 底板上都非常可以 没问题 现在后面两根剪针器 跟它换上去了 然后这个螺蛇 分斑螺蛇 跟它紧了一下 不漏油 它之前有点剩 七门市街已经拆掉了 等下在上面去拿出来 那的话 这个吊杆的话 可能会有点响声 但是不很影响 这是平衡焦条 也不是太有影响 好了 放下来图里上面 没多大问题 七门市街拿下来了 我把旧焦条 已经取下来了 这是旧刀 也不是变得很硬 这是新刀 我把新的装上去 新的软的多 七门市街已经换上去了 待会儿打着火 看一下会不会会漏油 现在换这个车门外拉手 这里 外拉手拉断了 没办法在外面开门 那我拆这个门皮的时候 发现这里 铁丝扭在这个门皮 看到没有 那铁丝把这个门皮扎起来的 哎呀 这个外面 嗯 左前门外拉手拉脱了 看到没有 这是旧的断了 这是新的 这个是右边的 看到没有 那这个是左边的 看到没有 这样比上去的话 螺丝是完全不一样的 根本没法装 哎呀我也真服了 拿个材料给我拿脱了 等一下送过来再换 哎呀 它这个断了之后 外门就打不开了 现在这个发动机 着火已经有一会儿了 在脚落里 冲干净了 暂时不漏 清理这个电话之后 暂时没有看到漏油的痕迹 已经着火有十多二十分钟了 前面也不漏了 这个位置也不漏了 不漏了 OK 等一下门巴塞来了 把门巴塞换了就好了 现在给它全部修好了 门巴塞也修好了 OK 检查一下机油 改这床车 检查一下机油 看够不够 机油应该差一点 这个我们的融光已经弄好了 全部弄好了 然后这个兄弟在 清理吹一下灰尘 清理一下 看看它改的床车 这个太阳能电磁板 太阳能每天够发电够用吗 够用 行车充电也在 也在 没有 没叫完全没叫行车充电 你这全部用太阳能 全部用太阳能 哇塞 我看一下 它里面周围的一个都没有取的哈 周围全部都站 这空间已经完全够大了 你搞那么大个柜子装的啥 这柜子装的啥 这柜子装的啥 柜子装的那个 厨具 电子炉 电子炉啊 电明线啊 那这个够不够得上用啊 这个电 哇塞 牛 牛逼 这真的牛逼 我看一下太阳能板 哇 看见没有这种太阳能板 这么大一块 整个车点上全部都是 它的太阳能板 就能够供它自己全车用电 它这个还有 还可以左右伸缩的 看见没有 它可以把这块太阳能板 往这边拉 三层太阳能板 这个是三层太阳能板 上面一层 行车的时候上面一层 那这里还一层 这里还一层 这层往我这边拉 下面一层往那边拉 停车的时候 就直接把太阳能板拿出来 充电 那太牛逼了 这句的 真可以 非常好 改的非常漂亮 在睡觉的这个地方的话 空间太大了 然后那个柜子里面装的电磁炉 做饭用具 还有那个冰箱那些 好了 改的改的特别巴适 背后这辆 武林红光面包车 已经全部弄好了 然后前面玻璃升降开关 有点问题 我在这里等一下材料 材料到了 跟他换上 然后还有就是前两天 不是一个奥迪扣山吗 跟他换了这个刹车片 换了刹车盘 它采取了根根根的响 我们第二次处理了 出去试车 还是有点根根根的响 今天又过来检查一下 那个叉速器 不是你们看视频也知道 那个叉速器 哪个平行杆 按底了一下 有点漏油吗 今天我跟他处理了一下 然后我问他那个响声还在不在 他说那个响声 再开了多开了几天 那个响声就没有了 感觉不明显了 也就是感觉不出来 所以说那个东西的话 我怀疑还是跟那个刹车片的更度 还有就是那个过来刹车盘有关系 因为我也是拿着正常刹车片 他刚刚装上去的时候 踩刹车根根根根的叫嘛 现在今天过来处理那个漏油的问题 他说了 他说响声不明显了 一点都不明显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 他说我再跑段时间看一下 好了朋友们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拜拜